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我们来到了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 跟您分享我们登顶参观米兰大教堂 以及参观它的博物馆的一些感受 前一个晚上我们是住在米兰火车站的附近 所以直接就来到了米兰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真是我在意大利见过的最高大上的一个火车站 下了车直接可以乘地铁到达米兰大教堂 也是米兰市的中心 跟罗马的地铁相比这里也显得非常的新 我们在这里直接乘M3地铁 就可以直通米兰大教堂 只需要四站 很快就可以到达米兰的市中心 下车以后要乘电梯到达地面 我没想到的是还要转乘一次这样的扶手的电梯 可见这里建的有多么的深 这里的出口非常多 我们就从DOM这个出口上了楼 一眼就看到了米兰大教堂 第一眼看到它还是非常震撼的 这是一大早 照相有点逆光 但是气势还在 它就坐落在大教堂广场上 它的对面是维克多爱门纽二世 骑马的一个雕像 爱门纽二世是意大利独立以后的第一个国王 它旁边的爱门纽二世 回廊也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的 它的另一侧是意大利王宫 这个对称的两个建筑是阿仁加里奥宫 现在的二十世纪博物馆 我们来的时候人还不是太多 可以在这儿好好的欣赏一下 米兰大教堂的正立面 这是它中央最大的一个大门 大门上的青铜浮雕描绘的是圣母玛利亚的一生 据说于1906年才最后完成 它的重量达到37吨 在正立面上布满了许多大大小小 大理石的雕像或浮雕 左边的这一个雕像 你觉得眼熟吗 左边两个大门上的青铜浮雕 分别描述的是 君士坦丁皇帝的法令 以及曾是米兰大主教的 圣安布罗吉奥的生平 所有的大理石石雕 都非常的精致细腻 这次看清左边这个雕像了吗 它跟纽约的自由女神雕像是一样的 右侧两个大门的青铜雕像 描述的分别是米兰和米兰大教堂的历史故事 这是米兰大教堂的西北角 这里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 它的精美程度以及稠密的程度 让我目瞪口呆 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 为什么这个意大利最大的教堂 欧洲第二教堂 以及世界第三大教堂 要花600多年的时间来建成 我们今天是在网上预定的 早晨9点半通过电梯登顶的门票 而不包括参观大教堂 主要原因是这一天 大教堂里有活动 不能够从灯顶上下来 直接进入教堂 这是我们刚从电梯里出来 看到的情形 这里顶部带有圣人雕像的大理石石塔林立 中间最高的就是圣母玛利亚的镀金铜像 铜像的高度有4.2米 也是教堂的最高点 达到108米 它的金身是用3900多片金叶片打造而成的 整个重量有700多公斤 自从1770年 它被安置在最大尖塔的顶部以后 就一直守护着米兰这座城市 守护着这座大教堂 一道道的非伏壁 对于喜欢非伏壁的人来说 简直不要太过瘾 下了电梯以后 我们其实所处的位置 就是非伏壁的最底端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通过阶梯 走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最终到达米兰大教堂的顶部 无论你走到哪里 看到哪个方向 这里的精致 真是让你心醉 据统计 整个米兰大教堂 一共有6000多座雕塑 其中有3159座 都处于建筑的外部 难怪美国的作家 马克吐温 曾经这样来描述米兰大教堂 这就是一首大理石的诗篇 在这个角度 也是观看 不同形状 不同形态的怪兽排水口的 一个好地方 总是站在一个一个的 非伏壁的旁边 发呆 然后不由的就向上看去 圣母玛利亚的金铜像 就矗立在半空之中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异常的光彩 夺目 在每一个转角的地方 都默默地清理着 数落着 到底这里有多少个非伏壁 大多数的非伏壁 都是这样平行的 一个一个的排列着 也在有的拐角的地方 可以看到 非伏壁的夹角 谁说这里不是 静止的音符呢 这美妙的配合 加固着这整座大教堂 最触目惊心的 还是近距离地接触 每一个非伏壁 观看他们的细节 和他们的宏观 结构 今天的天气 也非常的配合 从任何一个 镂空望出去 都是一片 绝美的风景 甚至于 甚至于常常觉得 由非伏壁支撑下 林立的一个一个的尖塔 他们自身都发着光 这里一共135个尖塔 像茂密的塔林 刺向天空 每个塔尖上 都有神的雕像 雕刻和尖塔 是戈特式建筑的特点之一 而米兰大教堂 可以说是把这个特点 发挥到淋漓尽致 整个外形 都充满着 像天空的生腾感 也代表着圣母升天 米兰大教堂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教堂 一栋建筑 更是米兰的精神象征和标志 也是世界建筑史上 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几乎是不能放过 每一个近距离 接触非伏壁的机会 不能放过 任何一个镂空 所看到的美好场景 走到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守护着 非伏壁大明的雕像 都各不相同 米兰大教堂的装饰 设计以及建造 都显得相当的细腻 极为富有艺术色彩 整个教堂 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真品 整个教堂 自上而下 布满着秘密的雕塑 极尽繁华精美 就在不经意之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高度上 刚才在看非伏壁细节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仰望 而现在呢 基本上可以和它平视了 在这里也是一个 很好的角度 可以看到 不同方向的非伏壁 它们是怎样的 组合在一起 守护着这座大教堂 就不说每个雕塑 它有多么的精美了 就算是这样的小饰品 都是这样的精细 我不知道它们应该叫什么名字 但在我的概念里 它们似乎应该叫做 倒挂的流苏 它们就这样静静地陪伴着 这些在尖塔上的圣人们 凡人们则是在这里 不肯放过每一个角落和细节 恐怕损失几个亿 看到这一层 每一个非伏壁的柱子下边 凸出来的这个圆拱了吗 那里是可以待一个人的 不过看上去有点眩晕 最终还是挤在那里 不想出来 我的另外一个感动点 就是尖塔上的那些小细节 一个个镶嵌在中间的小柱子 小雕塑 完全无法想象 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 这么繁杂精美的细节 是如何来统筹操作建造的 而且这整个建造过程 经历了大约有六百年的时间 按照那时候 人们的平均寿命来计算的话 怎么也要经过七八代人的手了 这些林立的尖塔 他们的距离也还都不是相同的 密集的地方 三四个的在一起都有 看到这些人向上走的台阶吗 这也是非伏币的作用 他们既能兼顾保护整个教堂的总体 又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它登到顶部 登到顶部的另一个福利 就是俯视整个米兰 这两周的意大利之行 看到的似乎都是带有古迹和历史的城市 而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 有高层建筑的米兰 这里是米兰大教堂的正面 面对着卡米纳提宫 下边就是主教座堂广场 此时看人已经多了很多 但是今天呢 早晨大教堂是不开门的 其实这属于真是人很少的时候 一会儿我们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排队啊 一直都排到了我们坐地铁的那个地铁口 现在我们也沿着那个梯子 慢慢的又上到了另外一个台阶 也到了大教堂的顶部 这边是米兰大教堂的北部 可以看到高层的建筑 左边这个穷顶 就是维克多爱门纽二世 拱狼的穷顶 转角处这三个尖塔 已经在我们的下边了 在这里也能看到 在飞幅壁的中部和底部 还是人来人往的 米兰大教堂 已买的登顶的票 无论是坐电梯的 还是自己走上来的 都是分时间段的 但是你走到楼顶以后 并没有人管你 在上边可以待多长时间 我们这次过来玩 是因为在百花大教堂登顶的时候 被风吹到了 就有一些感冒 虽然只发烧了一天 很快就好了 但是后遗症却还在 还是属于全身无力 不在状态的情况 幸好这里有电梯 可以直接登顶 不然的话只能是完美错过了 可是千算万算 没想到的是 我们买的票是仅有登顶 而没有进入大教堂的 因为大教堂的今天是有活动的 如果你下楼的时候 还是通过电梯下楼 那么电梯就直接到达了 教堂的内部 可是今天教堂有活动呢 你是不可能进入教堂的 那怎么办呢 不过此时呢 我们还是完全享受在 这美丽的景色之中 完全没有任何的焦虑 想着下去会怎么办 最高的尖塔上的 玛利亚的金色雕像 正好正在维修 所以这里呢 产生了很多的阴影 我们就高兴地坐在阴影下 乘着凉 看着人们的过往和表现 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刚一登到顶上 首先 被这林立的尖塔 所镇住 然后左右观察 最后找到好的角度 好的地方 可以躲过人的地方 开始啪啪啪啪的 照起向来 虽然我们已是人老色衰 但是也是不停地 啪啪啪的照 因为你要知道 今天你永远是 你的后半生中 最年轻 最美丽的一天 坐下来休息一下 才仔细看看周边的细节 原来建造这个大教堂不容易 维护它就更不容易了 很多地方都包起来 还在修缮中 看到的浅色的 都是新维护的 后边的玛利亚雕像 也在修缮 这么多精细的小细件 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样 一个一个被替换下来的 而且新替换上的东西 还要保证不能脱落 这个修缮的工作 在我眼里 它应该属于一项 伟大的工作了 伟大两个字 写起来简单 可它背后 有多么深厚的含义呀 这一个一个的小细节 甚至于上边的雕像 都是怎么样被替换下来的呀 再看看这些细节 每一个浅色的 都是被替换上去的 它们怎么样被牢牢地固定在 那个位置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方向 是大教堂的南侧 这个像锤子一样的大楼 就是维拉斯加塔 在它的左侧 还有一个靓丽的小尖塔 这就是圣格达克尔特中楼 在米兰大教堂的东侧 有这样一栋楼 它叫做米兰大教堂古老工厂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尊贵工厂 这是一个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组织 成立的目的就是监督 米兰大教堂的建设 这个组织活跃至今 参与着大教堂的维护 保存和修复工作 灯顶米兰大教堂 是我旅游生涯中 最惊艳和最绝美的一次灯顶 没有之一 在飞幅壁之间走来走去 俯视 平视 仰视 林立 且雕刻精美的塔尖 不要太爽 对喜欢飞幅壁的人来说 绝对不可错过 该是要下楼的时间了 我们走到电梯口 一大堆的人 于是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你们可以从楼梯上下去了 我一下有点恍惚 我说我们买的票 是乘电梯的票呀 他说我买的票 只是上电梯的票 而不能够下电梯 下只能够自己走下去 本来就感冒了腿很软 我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 工作人员看我脸色 也确实是不太好 于是就问队友他怎么了 队友就跟他说了我们的情况 工作人员还真的是不错 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电梯呢 只是上楼的 不载下去的客人 他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电梯 并且请示了他们的主管 说这个人身体今天有点不适 可不可以让他们乘电梯下去 非常感谢这位工作人员 不然大教堂中250多级台阶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来 此时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买大教堂的队伍也是很长很长 需要等很久 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指到了这里 是意大利的王宫 这里也有博物馆 让我们从博物馆这个门进来 在这里买票 可以买到教堂的票 但是必须要参观整个博物馆 这里是一个既安静又凉爽的地方 又可以近距离地欣赏雕塑 和色彩鲜艳的花玻璃 以及纪念碑 而且距离我们能买到的 最早的参观大教堂的票 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就在这里 慢慢地享受这里的艺术真品 还在这里解决了一个人生大事 因为我们刚才在大教堂门口排队的时候 就急于要去卫生间 但是排队的人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看了一下价钱 大教堂底下的那个卫生间 是2.5个欧元 进一次卫生间 这是我在欧洲旅行中 最贵的一个卫生间了 而在这里呢 卫生间的条件又好 还是免费使用的 还无需排队 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里 好好的参观一下啊 何况这里都是从大教堂里 取下来的真品 就算你登顶大教堂 或者参观大教堂的内部 也不可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这些艺术作品 还可以完整地看 米兰大教堂的模型 到了参观教堂的时间 我们就赶过来排队 进入教堂参观 队伍还是很长很长的 参观大教堂也有服装要求的 这位穿着短裤 就只能买一个三欧元的 这样的小外套了 不知道这个装饰 能不能叫流苏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 大教堂的西南角 从这里边的第一个门 来进入大教堂参观 这地面立刻又吸引住了我 刚刚大教堂的顶部 是建塔林立 而这里是大理石的石柱林立 大教堂的内部 同样令人惊叹 展现了哥特式建筑风格的 宏伟和壮丽 重点大约有130米长 59米宽 顶部的最高处距离地面 有45米 就看看眼前的这个大理石石柱 有多宽吧 地下的这个地瓷砖 每一个瓷砖的长度 大概有一米 一个柱子 它跨越了三个地瓷砖 说明它的直径 要在三米以上 大理石石柱的顶端雕塑 也是精美细致 这里的另一个亮点 就是花色玻璃 教堂两侧的侧廊上 拥有数十扇彩色玻璃窗 每一扇窗户都呈现出 不同的宗教故事和圣徒的生平事迹 左侧错廊的窗户上 主要描述的是旧约中的场景 比如诺亚方舟 大卫以哥利亚的战斗 所罗门的智慧等等 右侧侧廊的窗户 则更多展现了新约中的事件 包括耶稣的诞生 受难以复活 以及使徒们的传道故事 当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 从寺院八方射入教堂的时候 太阳的光芒被折射成 各种不同的颜色 洒落在整个教堂中 教堂被阳光装点的五颜六色 人们瞬间明白了 原来上帝是多么的美好 于是神秘而深奥的宗教 刹那间就被诠释得尽善尽美 大教堂的建设跨越了六百多年 经历了不同的时期 它内部的风格 可以说是风格混搭 从最开始的哥特风格流行 到后来的巴洛克式风格的兴起 除了意大利本土设计师之外 德国法国等等国家的设计师 也参与到其中 融入了不同的见解和元素 最后形成了 这个可以容纳四万多人 精美绝伦的殿堂 我们从大殿的中央 一直往前走 接近主祭坛 两侧繁腐的装饰 时时让我们迷失方向 这边是主祭坛 主祭坛的背后 是一座巨大的金色厚屏 装饰着复杂的雕刻 和镀金图案 辉煌灿烂 象征着天堂的荣耀 在它的前边 是华丽的十字架 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金石 象征着基督的牺牲 以复活 左侧是大教堂管风琴的一部分 这是意大利最大的管风琴 在管子和阴酸的数量方面 稳居欧洲第二 仅次于德国的派哨大教堂的管风琴 大教堂里的管风琴 总数据说有15800根管子 最高的超过8米高 而最小的只有几个厘米 教堂里在不同的位置上 一共设有5个管风琴盒 其中两个最大的管风琴盒 两侧都是由16幅大型的画布所组成 描绘了旧约和新约中的情形 教堂内除了富丽堂皇的主祭坛以外 还有很多小的耳堂 几乎在每一个花色玻璃下 都可以发现一个耳堂 供奉着不同的圣人 教堂的内部也是精美的雕塑 无处不在 就像它的光鲜的外表一样 使得你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 感受一下周边的艺术氛围 这是大教堂内最著名的一个雕塑 被剥皮的圣巴塞洛苗 也是在参观了米兰大教堂以后 才知道原来在主教堂的背后 还有如此多的内容 从此以后每到一个教堂 一定要看一看主教堂的后边 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收藏 位于主祭坛后边的这组彩色玻璃窗 是整个教堂中最为壮丽和复杂的窗户 它由五扇巨大而狭长的窗户组成 高度几乎覆盖了后殿的整个墙面 这些彩色玻璃窗描述了旧约和新约中的场景 包括摩西 约瑟 耶稣的生平和受难 每一扇窗户都以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细节 展现出圣经故事的画面 人物的面容 服饰 场景中的建筑和自然背景 都被生动地刻画出来 当阳光透过这些玻璃洒进教堂内部 形成了一副神圣而庄严的光影图景 这是意大利花色玻璃中的精品 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所展现的建筑 艺术与宗教的完美结合 使得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 看到米兰大教堂时 几乎要热泪盈眶 它的宏伟之壮令我震撼 它的稳健姿态令我皈依 它的升天之事令我敬畏 它的细节之美令我心醉 没有哪一座教堂用它内外的美加在一起 成为一个不可共量的崇高敬仰 之前还没有花过这么长时间在参观一个教堂上 我们从早晨九点钟就过来了 一直到下午四点多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才离开了没有几个小时 就匆匆忙忙地又赶回来了 晚饭以后 我们又跟很多其他的人一样 像着了魔似的又被这里吸引过来了 一进广场就看到 哇 好多好多的人呢 这时候已经接近紫叶的时间了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